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谢谢你 不介意的话 这个给你使用 现在马上使用也没关系的哦 要不是萨哥拉喜欢他 这不是妥妥的性骚扰吗 不过玉子柴倒是不介意给野奇当模特 只可惜他没有穿水手服啊 之后玉子柴也被邀请帮忙当美术社的模特 是想把我的魅力锁进画里吗 如果能这样留在你身边的话 给你画也没关系啊 然后他说完就后悔啦 模特什么的他根本不会 自私一慌乱就会乱说话 于是只能学习手办的知识 美少女手办pose当然是不行啊 如果是啾啾的手办 就完全没问题了 只是摆出啾啾力 可能会骨折而已啦 小事情 紧张了老半天 才知道原来他们是会指定姿势的 视线往右上角五十度 主角要微笑 心海点 用笑声看着小伙的眼神 还要撩起一块二毫米 全部的要求都是表情根本没有姿势啊 最容易的大概是萨克兰的要求 原稿中的脑子 萨克兰真是无时无刻都想着野奇啊 实际那也没错了 不像可怜的路导 哭当作资料用的漫画被路导发现了 虽然很震惊 但为了了解哭 他还是自己买了一本 结果因此误会了哭小眼公主的角色啊 下次的演员决定好了 有人有意见吗 我推荐哭学长来演公主 所以你们两个的角色是不是搞错了什么啊 之后路导也陆续给哭送上女装 把全部摆在一起看了一下 他的品味超好 啊 好感度稍微提升了一点啊 哼 连续送东西而且还是女装 那不就跟刚才送水手服的野奇一样变态吗 作为人气少女漫画家野奇 想法起码就算了 竟然还是画背景的苦手 为了不暴露他还煞费苦心 所以说他根本努力错方向了好吗 但现在努力还不迟 大家就让他试一试 大家都见他浮起来了 接下来画面更是不得了 他们站在箱子上 哪有高中生随身带着箱子的 最近我们的周围里 箱子很人気 不要直接枪在身上啊 没办法 裤子能让他从简单的开始 这个的话你一定可以的 那么帝奇 谁知道这一幕被路导看到 以为他想被公主抱 就在苦累的昏倒后 让我来为你公主抱吧 这怎么看怎么不对啊 身边的人连忙阻止 于是路导就换了个形态 靠边啊 有公主骑牛的 到底是怎么从童话故事 变成西部牛仔的 重点是 哭还真的被电到啊 背景都交给我话吧 作为交换 下个旧本帮我写 被变成牛的王子的故事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王子变牛啊 除了画画 还要构思剧情实在是不容易啊 所以也其他会从日常生活中取材 这种时候会拿制服带的雨伞吧 神根本几行种啊 两个人的脸就更像啦 而且一点都不浪漫 还不当雨 最后还是赖尾把伞给了他们 等等 为什么拿伞的是萨克拉 一般不都是高的拿吗 这种情况下 萨克拉居然还能联想到情人伞 果然爱情使人盲目啊 最后就算换成野奇拿伞 所以说什么最猛身高差都是骗人的 这样一看根本是灾难啊 大家还记得那个被前夜强迫画梨猫的都老师吗 这次前夜竟然让他画多一只母的梨猫 跟之前的梨猫配对 只有每个款都有梨猫啊 除了加一堆奇怪的元素 前夜还乱改标题 紧紧抱住我 这个标题好像有点无聊耶 啊 是吗 我觉得很搭啊 叫梨猫蹦怎么样 真是个好点子对吧 哪里好了 一点也不好啊 所有重点都是在梨猫 不是男女主事吧 这么荒谬的标题 都当然有试图反抗啊 我努力提了意见 最后作为副标题使用了 杜老师这根本就是妥协啊 不仅如此 前夜还很常出错字 比如说把骨气写成胯下 这是关心你胯下的事情 前夜 你到底让女生说了什么啊 这样下去不行 于是他们提议都在漫画里 画满离猫以示抗议 我是狗狗 杜老师 这是我自听最喜欢的一个男主啊 这家伙到底是怎么搭上编辑的啊 没办法都决定重新设定角色 这是我自听最喜欢的男主 别只是这样演技就喜欢啊 月刊少女的雅君 另一边 若松被伟赖邀请去看电影 为了让赖伟难堪 他喘得十分隆重 结果赖伟完全不在意 更夸张的是 若松被电影情节触动到的时候 赖伟竟然都在笑 那时候嘟嘟一下 雪就嘟嘟嘟嘟的喷出来 大家都不成人心 这是太有趣了 这是什么嗜血狂窝 才有的关注点啊 若松可能一辈子也不想知道 他所承明的深月色的罗雷来是赖伟 库本来想好心帮他去询问 结果反而因此取得灵感 决定话剧色下副是音乐剧 这可难道做音质的路导啊 虽然所有人都有不完美的地方 但路导这个简直就是 魔音穿耳啊 还好最后这个计划大概是没有实行 他们还是乖乖演话剧 哭这次代替受伤的色源出演 路导对此十分兴奋 给我好好演戏啊 之后在两人的对决中 他们更是不照剧本开始较劲起来 这样下去打没 只好让帮忙写剧本的野奇帮忙 有这个角色吗 明明是自己写的角色 可是演了一点灵魂也没有啊 这天野奇为了让漫画气氛高涨 可是绞尽脑汁啊 是我的少女们呢 是穿越了吗 我比较想看一个吓一跳 或惊喜的剧情发展吧 一切都看起来很正常 最后才知道原来女主一直骑在男主的肩上啊 都十一级啦 我还是买一只漫画不是野奇写的啊 眼看没有进展 野奇只好让沙克拉当白老鼠 所以是有多值得让女主坐在男主上面啊 想说给你一点惊吓 来 现在是正式的 哇 是花耶 谢谢 我们分手吧 根本是要让对方讨厌自己啊 不仅如此 之后野奇还准备了白饭便当 晚晚没想到这里面还真的有惊喜啊 野奇你画的是少女漫不是美食漫画 但这一整天下来 沙克拉都被吓怕了 以至于野奇邀请他一起回家 他都战战兢兢 哦 我只是想和你一起回家而已啊 这就是沙克拉要的心动的感觉啊 来到十一集了 沙克拉才感受到一个少女漫女主该有的待遇 也真是不容易啊 月刊少女 野崎君 从男人那里收到什么礼物算有戏 我收到过 签名 快放弃那种男人吧 对啊 快放弃野奇 来看看沃马兹啊 我也没收你两个签名啊 说起来 除了无厘头的日常 这不都满都没有过特别的节日啊 最重要的情人节呢 一开始 我想叫他出来送他巧克力 但是我就逮捕到他啊 野奇只顾着错别人的热闹 当漫画素材 完全没有注意到啊 情人节 真棒啊 一年有三次左右就好了 啊 那白色情人节也需要三次咯 嗯 白色 根本不需要白色情人节啊 野奇少女漫画家四格啊 因为这段发言 野奇连一里巧克力都没有啊 真的就活该诞生 也只有沙克拉会喜欢他啦 而沙克拉最后也决定 把他放在冰箱五个月的巧克力送出去 哦 抱歉 你没事吧 没事 我没有生气 本来就是要让你吃的 这方面的想象力你倒是有啊 然后野奇就真的捡起来吃了 如果我能给我糖果就更高兴了 糖果和鞭子 花粉完全跑鞭 到底为什么会往那个方向想啊 没关系 情人节不行 我们还有每个连来班必备的夏日记 AKA最佳神助攻 不过和以往的操作不同 他们都没有邀请彼此一起去 这怎么行啊 这时候当然要编剧助攻一下啊 让大家各自去 然后不知觉和自己的CP走在一起 然后男女主肯定要撞在一起啊 虽然说断代的颜色不同 难道说是萨格拉 到底是靠哪里认人啊 所以说12级的萨格拉的脸就只是蝴蝶结吗 他们俩的缘分全靠开学典礼那天的加持 哦 你也迟到了吗 来吧 我来帮你 只是因为这样就被吸引住 萨格拉你也太好骗了 不过高中时期的恋爱 总是那么单纯而美好 没想到的是这次演习居然回应了 该死电话声盖过了野心的声音啊 你说什么 我以为只有会有个Happy Ending 结果是这样吗 虽然左仓已经满足于现况 但我不满意啊 我真的很喜欢什么时候给我出第二季啊 正不翻我的结论就是赞 正不翻就是脑洞大概一直笑 明明野奇才是作者 可是感觉漫画就好像是大家一起画的那样 类型写的是恋爱搞笑 可是我发现搞笑的比例占了99% 人设更是非常有趣 还是那句话 我真的很爱罗莉萨克拉 我真的很爱这部动画 大家一定要去看哦 我们下集见